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四月份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那么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三月之后呢 我们进入了四月 四月份呢 基本上一开始 你会感觉到一种欢乐的气氛 你会想问 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呀 没错 是这样 但是只有一口气哦 因为呢四月份呢 在后半段呢 又开始要有变化震荡了哦 所以基本上呢 四月份我会建议大家啊 重要的事情要在这个月中之前完成 或者是要有一点点建好就收的计划 那么四月中以后呢 就要开始重新做一些准备跟调整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解说一下星座的状况 基本上呢 四月份我们可以二十日呢 为一个分水岭 在二十日之前啊 太阳都在白阳座 特别是呢 木星也在白阳座 所以呢 哎 这一股火象星座的能量呢 在四月二十日之前 特别是四月中以前啊 特别的畅旺 而且呢 代表人际关系的精心 因为在十一日呢 进入了双子座 所以整个这个交友啊 互动啊 还有春假的气氛啊 就会特别的浓厚 也会呢 非常有利于啊 因为呢 命盘有很多行星在 火象星座 白阳狮子射手 以及呢 绷象星座 双子天称 水瓶的朋友的好运哦 那么 再来呢 其实从十一日开始啊 精心进入了 这个双子座 慢慢有些 这个星象就开始就变动 做一些酝酿 那么二十日这天呢 非常重要 有几件事情 因为它开启了 下半段的一些变化了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白阳座的日食啊 在二十日这天登场 日月都在白阳座二十九度啊 它的这个日食的能量 代表一个新的启动 可是呢 它一启动之后呢 太阳就会进入怎么样 金牛座 开始金牛座的月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二十一日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蛮害怕的事情出现了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传闻当中的水逆啊 水星逆行 会在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十五日 这段时间开始进行 所以当然 很多事情就开始怎么样 会有反反复复啊 调整啊 不顺的现象 也就是大家开始 做一些怎么样 心理准备 或是你可能有些事情 真的要修正哦 那么这一天呢 同时啊 太阳会跟冥王星啊 形成这个压力的角度 因为他们的这个压力角度 在什么呢 固定星座 所以呢 可以预期啊 如果你的命盘当中 有很多心在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特别是杜树 特别前面的朋友 你们的生活将会开始重大的变化 搬家啦 这个结离婚啦 换工作啦 或是家里面 个人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诶 这个时候开始启动咯 所以呢 我们整个形象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这些的情形 当然更重要的 我要预告一下 五月份是一个 重大变化的月份 所以呢 四月份它一定会铺陈 五月份的这个变化 那么来看一下 个别星座的运势哦 首先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 火象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 狮子 以及射手座 这个族群呢 我会建议你哦 一定要好好把握 四月二十日 甚至呢 四月中以前的好日子 因为啊 太阳跟木星呢 在这段时间 都在火象星座 所以你们的个人计划 或者是恋爱 结婚 怀孕生子的 这个发展机会 特别特别高哦 那所以呢 我觉得在今年的 这好运上面 火象的族群 一定要把握这段时间 那么个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个呢 我觉得呢 白羊座的朋友在这个月呢 要稍微注意财运哦 因为破财的机会很大 特别是水星逆行开始呢 白羊座特别容易破财 也要小心为家人破财 为钱伤感情 那么四十座呢 其实在这个月啊 失业运势是十二星座里面 大概前三名的星座 所以呢 容易有这个升迁啊 转职啊 就外派啊 出差的好机会 可是 水星逆行开始 是做很容易 最上沟通不良哦 可能沟通有一些状况 或者是呢 你的老板呢 实在很让人 神气愤怒 怎么办 我觉得你最好心里 有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哦 然后不要太玻璃心 太认真你就输了好吗 再来呢 社友座呢 这个月呢 也一样在水星逆行呢 开始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财务状况 那么社友座的财务状况呢 有的时候要小心的是 你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周转 或者是你使用信用卡 那你可能会有怎么样 拿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条件 或者是明明那是高利益的状况之下 你还要用钱啊 所以呢 会造成自己的负担哦 特别小心一点 那么同时呢 社友座也要比较留意一点点 就是桃花的小麻烦 那我们再来看到 上升或太阳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处女以及摩羯座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啊 的前三分之一 也就是4月11日之前 爱情运势最旺 因为呢 代表爱情的金星就在金牛座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 在4月11日以前 刚好又是春假哦 一定要好好把握吃喝玩乐的机会 想交朋友赶快去交 想告白的赶快告白 然后呢 也很适合跟你的另外一半情人 去享受两人时光 增加加深感情的这个温度 我觉得很棒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陪小孩啦 怀孕呢 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整个月对你们来讲呢 其实是一个慢慢慢慢 有一些新的事业或人生的计划 开展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小挑战在于呢 因为21日开始啊 水星会从金牛座开始逆行 所以这个族群在事业上面 比较容易好事多磨 好 所以呢 这个是 在这个计划上面来讲 你可以有信心 有这个梦想 可是在执行上面来讲 可能要给自己一点点 尝试错误 实验的这种耐心跟准备会比较好 那不一样呢 状况在这些星座里面是怎么样呢 金牛座朋友呢 我觉得在选逆之前 你要创造自己的价值 如果可以谈加薪的啊 或者是在工作职场上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这种 好的条件可以谈的 你要做 为什么 因为21号开始 金牛座在职场事业的方向上 会有一些转变开始启动 比方说你要换工作 或是你要做什么大破大力的决定 那么前面的这个动作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么出零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你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资源 或者是 你想要这个借钱啊 或借贷啊 别人帮助你啊 是很好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你可能要谈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那4月11日到4月18日左右呢 你可能会有点迷惘 到底要不要降下去呢 要不要做这个决定呢 我会建议你不要急 好 因为有可能水腻的时候呢 又会有新的选择出现 所以时间会让你看到答案 那摩羯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跟同事啊 情人的相处是很不错的 水腻的时候呢 不妨花一点时间跟情人聊一聊 那么请听对方的声音 你会发现 问题往往背后就是答案咯 再来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风向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天秤以及水瓶座朋友啊 这个族群这个月其实是感情的大赢家 因为爱情的金星 会在4月11日开始进入双子座 所以呢 想要交朋友 想脱单 然后呢 想要结婚或谈结婚的事情 不定现在 或者是你想要去这个哪里玩 赶快赶快把握这个 金星在双子座的时间 所以要恭喜你们 其中里面最旺的感情运势就是天秤座 所以天秤座在这个月呢 很容易就会有好消息传出 好 那有的时候不定是爱情 有可能是什么 合作关系 所以非常的好 天秤座请你好好的把握 那再来呢是双子座 双子座跟天秤座不一样呢 双子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我建议你 20日之前 把握住好机会 创造你在事业上的成绩成效 因为呢这个月的事业有来到一个顶峰 可是没有人天天过年的啊 所以代表的是慢慢会往下修 那如果开始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状况 不要紧张 好 那么代表你要开始做调整 或者是要为新的一些计划 或者是更长期的时间做准备咯 那么水瓶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感情当然如鱼得水啦 而且控制犬在你的手里 所以我比较会希望你不要太冷落了你的情人 或太自我 他们会伤心会哭哭的哦 另外呢水瓶座呢 在这个月有很好的旅行运 所以这个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啊 对你来讲是非常棒的 有加持运势的效果 当然也可能你没有出国 你身边呢来到一个新的邻居 新的朋友 他的经验 他的人脉 让你有不一样的眼界 也是有可能的哦 这个是风向族群的运势 最后我们来看到是上升或太阳在水象星座 包括了巨蟹天蝎 以及双鱼座朋友 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呢 专注点应该要放在工作跟理财上 因为比较容易有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啊 其中呢 事业运最好的就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朋友 如果你已经在升迁了啊 那我觉得会有更多好机会 让你呢 广街善缘 缔造往上爬的更多好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那我建议你 现在可以呢 开始做一些新的生涯规划 而且要把握这段时间 多去认识 多去发掘新的可能 当然也包括进修 那么巨蟹座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呢 不要把你的情绪带回家 带回你的私人关系里面 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更幸福 那么天蝎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你可能呢 觉得怎么没有那么多人的掌声或支持 可是我必须要说 你真的把事情做得很好 所以呢 你要自我肯定 那么这个月呢 对天蝎座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广结善缘 而且要寻找伯乐 因为呢 你的确是很需要有人赏识你支持你的 同时你也不太适合单打独斗 你需要有人帮助你 因为你太喜欢什么事都自己来了 那有的时候呢 就会把自己困住 这个月呢 天蝎座有个小麻烦就是呢 水逆会造成你的一种翻旧账的情形 可能你跟你的伴侣或伙伴很容易翻旧账 或者是你们现在真的面临关系的分合 所以必须翻旧账 请好好处理这个旧的关系 那么蝎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有很好的财运 所以属于能赚能花的一个族群 那我会建议呢 既然要花钱 就要把钱花在值得的事情上 请好好地规划 你怎么样去花钱 用钱投资自己 那蝎座呢 有一个挑战就是水逆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觉得 这不对那不对 想这样想那样 会很多困扰啊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降低一点点 自己的这个标准或是欲望 然后呢单纯一点 这样你会更快乐 让你的生活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 以上呢就是我们四月份的浴室分享 希望大家呢 四月份都能够过得很快乐 很开心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